欢迎收看手术女孩 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人类为保卫地球去探测火星 却遭遇神秘蟑螂人袭击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599年 人类为了让火星变得更大适合居住 将用来改良环境的藻类以及适应性强的蟑螂投放到了火星上 可没想到这些生物却拥有了智慧 并且在火星上生存繁衍 黑心博士想研究这种蟑螂人一探究竟 便抓来了身为罪犯的男主和女主 博士承诺如果去火星执行任务 就可以解除他们以前的一切罪行 男主二人见此情形便签下契约书 跟着其他被选中的队友乘坐飞船来到了火星 接着男主和女主被派为先锋队员 到火星地表探测情况 就在二人商量时突然出现了一只蟑螂人 二人还没反应过来 蟑螂人瞬间就冲上来杀死了女主 就令男主很是愤怒 同时也很不解 为何火星上会出现如此强大的蟑螂人 疑惑之下 男主把女主的尸体带回飞船后便立即跑去质问队长 这时黑星博士利用通讯工具出现 跟大家解释情况 原来人类之前在火星上投放的蟑螂已经产生进化 变成了拥有智慧的蟑螂人 而挑选大家来到火星的目的就是消灭蟑螂人 并且博士已经在大家的身体里编入了昆虫DNA 可以让大家激活后拥有对抗蟑螂人的超能力 大家听闻也是一头雾水 但就在此时一个蟑螂人独自来到飞船前 其中一个队员见此情形便自告奋勇出去对抗蟑螂人 于是他立即激活超能力变身成假成人 放出燃烧大招攻击蟑螂人 本以为蟑螂人就此倒下 却不料队员却被他一拳打飞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蟑螂人迅速冲进了飞船 队长见情况不妙立即变身成为蚂蚁人 一个优勾拳就打败了蟑螂人 大家也松了口气 但不幸的是 只是大家发现大量的蟑螂人正在接近飞船 更不幸的是 大家见情况不要准备启动飞船 却发现飞船系统发生故障无法起飞 无奈之下 大家商量后只好兵分两路 男主和几个队员乘车去救飞船寻找出炉 队长则带几个人留下来对抗蟑螂群 帮忙断后 但没想到的是 男主和队员在路上遇到了巨大的蟑螂风暴 为了冲过蟑螂风暴 大黑变身成能烹火的影视虫人 一番风暴过后 大家成功利用大黑烹火的动力冲出了蟑螂风暴 就在大家为此开心时 不料更加凶猛的蟑螂风暴再次来袭 两名女队员见此情形也纷纷变身 保护大黑 抵御风暴 为大家保驾虎航 经过一番激烈的冲阵 大黑和两名队员不幸身亡 而剩下的队员顺利逃脱风暴 并继续开车向救飞船驶去 接着就到达了救飞船所在地 但此时大家发现救飞船并不能使用 只好准备返回原本被船所在地 不料此时飞船外突然出现了十几只蟑螂人 男主三人立马出来查看情况 却发现这些蟑螂已经学会开枪 众人眼看着强大的蟑螂人束手无策 只好选择与蟑螂人决一死战 纷纷激活变身 男主变身成最厉害的蜜蜂人 以队友一起以三敌签 奋勇杀敌 瞬间就击败了无数蟑螂人 而另一边 队长拼尽全力杀光了飞船里的蟑螂人 不料剩下的两名队员是叛徒 他们遵从黑心博士的命令 悄悄藏了一个蟑螂弹 准备带回地球 研究造出蟑螂大军 称霸地球 但没想到飞船刚起飞 蟑螂弹竟然孵化出两名双胞胎蟑螂 女叛徒被蟑螂人一拳绞结了性命 不仅如此 双胞胎立马呼唤地上的蟑螂 煞时间 地上的蟑螂纷纷展开翅膀 向飞船飞去 但由于飞船不堪重负 正好坠毁在幸存的男主三人面前 男主三人瞬间就被成千上的蟑螂人包围 三人在情况不妙 便迅速变身与蟑螂大军决一死战 一番奋战后 大量蟑螂人纷纷倒下 但不料蟑螂人不计其数 三人很快将败下阵来 其中一位女队员也不幸身亡 在这危急时刻 男主二人只好备设一战 继续注射药物以增强超能力 随着一阵阵药物的作用 队员的超能力迅速爆发 身上还长出了翅膀 他立马将无数蟑螂打倒在地 却不料一番打斗后 队员由于体力消耗殆尽 从空中跌落下来 男主坚持情形更是愤怒 便立即注射药物 能量大爆发 一拳就把蟑螂人打倒在地 但凭男主一己之力 也敌不过蟑螂大军 蟑螂大军一波接一波地涌了上来 二人瞬间被团团包围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女主竟然化作蝴蝶人出现在空中 原来女主可以破茧重生 通过自爆产生巨大威力 于是女主立刻冲向蟑螂大军 与之同归于尽 就这样 仅剩的一名队员用最后的力量 带着男主飞出了爆炸圈 逃过一劫 但队员也因能量耗尽留在了火星 影片结尾 男主独自回到飞船 找到了还活着的叛徒 二人冰事前嫌 一起坐上逃生飞船 平安离开了火星 看完这部电影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觉得对付故事中的 嚷嚷人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 喜欢电影子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诸书女孩 我们下期再见